哈囉大家好,我是滕滕,我們今天要來玩這款遊戲 中國是家長 不過這個還是簡體字 那我們先不跳過這個新手之刀好了 孩子最初愛他們父母,等他找到一些批判父母 這看起來明顯是個軍人的外公 我們的爸爸看起來 很像8加9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父母對我有什麼期望喔 宅 用這個宅感覺聽起來不太好聽喔 但果然我們的父親是個8加9 好像不能夠這樣 可能說 然後左方是我們這些 例子 挖腦洞可以增加屬性 這個是挖 然後可以這個增加一些天賦 好那就是這樣 還有不同的這種心情 有點太多頁了好那我們直接開始吧 我點這個藍色的 就 可以增加一個體魄 那我們父母 那我們父母是要增強我們這個 身體健康嘛那我就加多一點這個體魄好了 那不行啊這樣會不會這個 都只有這個體力 不長腦子 還可以這個技能 我們現在小baby只能夠翻身而已 這好像聲音有點大 喔還可以跟他拍拍手 那我們就一起拍啊 醫院走廊裡你的出生讓爸爸無比興奮 但是另一位新爸爸陷入沉默 哇這個也太那個吧 而且為什麼是我們記憶力減20啊 然後這裡會增加一些行動力跟魅力喔 呃相似的經歷 托孩子啊 這個沒有 66人和你一樣 就一直瘋狂拍手 喔我現在會這個走路了 我們居然是長成這個樣子 那個馬鈴薯一樣 好是個小孩子吧那我們這個孩子不如就叫做 隨便好了 來 兔宰子 好的 我們來看這個兔宰子可以學什麼 要消耗悟性 那會需要這個屬性越高消耗悟性越低喔 我們現在的悟性太低啦根本沒辦法這個學習心境 我們終於有一百點可以現在可以走路了 發朋友圈 好我們現在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我們現在總共有130層 我們多點一些這個悟性啊 但悟性的話在之後這個 學習會比較 容易一些 然後安排你看他這邊還有這個高考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目前技能啊我們 可以看一下這個 行走可以增加這個體魄魅力還有幸福 那翻身的話就比較少一點 娛樂的話可以增加這個想像力還有行動力 好那我們直接這樣下一回合 好我們可以學跑步說話跟忍耐喔 我們這個忍耐啊 還要修這個需要這個 修拜就是九點 好那我們繼續去學習吧 腦洞 好 好那我們腦洞呢目前是第三層 我們 之前的腦洞是就沒辦法點的 這個像這個珠珠鼻子喔 反正就 一直點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現在呢會這個 需要依賴 體魄 好我們開始跑感覺這樣學起來會變成一個運動高手 我們的期望達成了沒 可以健康長大 也可以領取這個獎勵了 還可以增加一些這個屬性的例子 該有阿宅 好那我們現在還差什麼喔 有腦洞 這裡都點完囉 那學說話只需要20點的這個 我去於這麼有數值了勒 當然知道了 喔有什麼特殊事件了 可以先這個解決抉擇 大媽抱著你 對方拿去 雞腿啊 鋼筆錢幣 我們選錢好了感覺之後 幣有這個財道 還加了我們情商 除了點擊還可以直接這個拉下來 可以看一下目前這個是加智商啊 智商要拉高一些 這樣在之後考高考 才比較好一點 全部通通都拉智商喔 那我們一回合直接加18點 而且我們學說話還可以增加我們的幸福度 技能依賴屬性越高 就看像我們現在需要智商跟體魄 我這兩個都還不錯所以的話就 可能不需要 消耗這麼多 而且的話我們這個情商也加蠻多了 說需要這個悟性點也都減少 不過我們還是要繼續這個 隨便點一下就可以了 好可以消耗這個40點 現在67點也差不多了 來學會這個能耐 這裡又有抉擇 我看一下 決定這個 10分 積極加智商嗎 喂 扣20點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還有什麼其他的 我們學了這一個 忍耐喔 加晴商魅力跟幸福 不過我們加這個智商跟晴商 我們應該是還不太需要這個魅力 楊繼續下一回合 我們現在可以學自行車還可以延遲滿足 延遲滿足需要的比較少一點 行商跟體魄要高 感覺就是要專門都選同一種 然後這樣你才 消耗這麼多的天賦點 在這個學習上 就給他平均發展就ok了 好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我們可以學什麼 好我們現在這個目前都還 不能學 情緒部分的話我們已經學到能耐了 那接下來下去的話應該是要學這個 延遲滿足 那我們繼續 上幼兒園囉 為什麼剛剛看到我的智商減 記憶力加體魄減 直接就開始 出現了新的期望 不過我們這已經是完成了 好那接下來 我們是 盡量學到這個延遲滿足 我們把我們晴商 我覺得感覺要 這個魅力值拉高比較好一點 你看像是他這個魅力他不會隨著回合數增加 來那我們就學著這個 想像力 想像力天賦 都選這個豬鼻子啊他這個加天賦可以讓我們每回合都 獲得 我們現在會游泳但是我們先學這個延遲滿足 我們魅力又再多增加的武士 面子 面子 聽說最近混得不錯 可以對敵方帶有傷害值 我們現在可以嗆我親戚就對了 應該選擇這個稀有度比較容易勝利 那我們選擇這個幼兒神童好了 幼兒神童也是有14點 開始 閒話加長對戰中 這個看起來就過得非常不錯 來吧我們直接選擇一個14 我們血量還比較多 語言藝術家 他對面這個傷害蠻高的21點 三歲4000隻 這個造成了大量傷害 來幼兒神童再來一次 應該再來一個綠色的 比誰都能吃啊 好我們完全勝利有增加這個幸福度 好吧那麼今天的這個中國市家長就差不多完了這邊 我們下期再見大家拜拜 掰掰 ils